宋楚瑜的副手林瑞雄今天过生日 他一整天都在嘉宇跑行程 今天是吃鸡肉饭来庆生 而在电磁波之后呢 他再度语出惊人 他说希望未来中华民国跟大陆呢 在国民上统一用ROC来当成缩写 而且是我们来当主导统一他们 我们叫Lipaco China会在国一百年 People那个会长票 所以直到是我们统一他们 宋楚瑜台北辩论 林瑞雄嘉宇跑选战 一开口又语出惊人 在两岸关系上打做文章 中文叫中华民国 英文叫Lipaco China 后来中文要让大家合在一起 因为中华民国最简单 要讲中华共和国那就更难一点 17号是林瑞雄的生日 一整天嘉宇行程跑透透 吃火鸡肉饭庆生 对于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文缩写 林瑞雄有读到见解 另外即电磁波攻击联论空 林瑞雄再度抛出争议议题 表态支持安乐死 不要做这个安乐事 我看我都要严谨 因为现在很多 有些利益 交接很多 我觉得这个要好好克务 选前倒数 林瑞雄跑行程多次语出惊人 而莫一新的言论也成为选战的另类焦点 追求侯博文 SG小组 嘉宜报道